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欢迎你来到我们这个节目来做客 听说您是去年归于伊斯兰的 能不能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这整个激情的一个过程 你是怎么成为一个穆斯林的 是什么原因导致你最后选择成为一个穆斯林这样的一个身份 好的 我很愿意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非常让我觉得自豪的一个过程 最早的时候我的母亲是一个灰民 但是对于她来说生活在一个穆斯林不太多的一个城市 这么一个企业可能很多东西慢慢就淡化了 所以保留的也很少 她给我传达的信仰这方面的一些理解更加的少 再加上自己从小接受了各种教育 也促成了会有很多的怀疑 甚至是不理解 当我上大学的时候 我读的是人类学专业 也兼修考古学 一个非常好的专业 能让人去思考的一个专业 对这个人类学呢是既文又理 对 不仅是研究这个整个社会各个族群的这个文化 同时也研究人类体制的一个演化的一个过程 其实这个演化的过程呢 就非常像这个进化论学者所探讨的一些理论 对对对 尤其是从最古老的这个古原的一些化石 一直到原人直立人 一直发展到现代人 这是他们所品成的一个基本的一个人类进化的理论脉络 对 所以我也是一直接受了这个这些思想的一个熏陶 对 但是随着我这个接触的知识更多了之后呢 发现其实这个科学是什么 科学实际上就是要不断反复的去重复 对 实验 推翻 实验 对 再建立 再推翻 再实验 对 甚至是同一个事情 同一个现象 如果能够被反复的观测实验证明 那么你可以说它是一个较为真实的一个东西 但总有一天有可能会被证伪 对 但是对于咱们人类学 或者这个进化论学者所倡导的人类进化的这些规律 总是会有一些缺缓 他们没有办法证明这个猿人是怎么进化成现在人类的这个体质特征 颅骨的大小 稳步的凸起 甚至骨骼的长短 很难解释 他们只是去猜测这个过程 通过猿人的这个化石来对比 现代人类的化石 觉得他们非常相似 那么可能是从原人进化过来的 但是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理论 我从来没有打消过自己的一些怀疑 对他们告诉人们的是一个过程的一个结果 而没有详细的探讨这个原人进化到现代人这个过程里面的细节 对因为他们没有没有证据 对对 只能是凭现在科学的这个建立的最基本的比如说猜测对比 然后实验对然后建立一种假设对然后把这个假设尽量的往真实这方面去靠拢 可能现在成立的这些东西可能过上50年过过上100年可能有重新的推翻了 是的 对 这是从你的这个专业的角度来说 对 就是然后呢到最终是什么原因促使你选择了伊斯兰 你通过这样的怀疑你是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在完善自己对 在这个过程里面到最后是什么终结的这样的原因让你变成了一个穆斯林 作为一个大学生其实在大学呢就会广播的阅读一些书籍 包括这个新约或者旧约古兰经 因为我所学的是关于这个文化方面的这个学科 对对对所以我也有一些了解 古兰经呢是直接由阿拉传达给穆圣 对对对所倡导的一部经典 对嗯 阿拉为我们创造了地球创造了山河 嗯就是让我们人类永居于其中 所以这一部经典呢我觉得是解能够解释我说之前所有疑虑的一部经典 嗯 然后你在大学的时候是在本科阶段吗读这些新约对本科研究生和博士就是这这几年一直在读这些对一直在思考 因为我身边呃虽然我在这个嘉宜关这个城市呃穆斯林也有嗯但不像这个这个兰州啊嗯或者西年啊有些地方穆斯林那么多 但身边还是有一些同学耳濡目染的他们的这些生活习惯啊他们的银妈尼他们的奶妈子这些都跟我们是不一样的对对对对对他们的生活习惯跟你们很有很大的区别对就即使可能我母亲是这样一种情况但是对于这些礼拜嗯呃原本的风斋是吧这些都不是很严格嗯 所以就促使我去思考这些问题一直在在思考因为我可能身上有一半的血统有一半的血统 Half blood但是实际上我另一半的东西呢一直在学习这种唯物论的东西所以两个一直在打架一直在思考一直不停的在思考对 最后是一个人的原因还是您自己这样通过自己的研究学习导致了你去找一个什么书籍去阅读 要是自己成为了一个穆斯林还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是怎么样的 其实应该是从本科开始吧嗯那个时候就想呃 虽然说可能母亲是一个灰民嗯但是我知道这个信仰不是生下来就能决定的对对对诺亚的孩子也有咖啡啊是啊 所以我就想在这过程上自己慢慢的想清楚了再做这个决定 所以在上大学的时候呃我就一直想这个慢慢的理解他了等我了解的非常透的时候我再加入他 否则我加入这个伊斯兰教只是一个形式对对对对所以这个事情拖了非常长嗯从我本科研究生可能最少有个四到五年的时间嗯 所以就是在这个这个去年我又重新到了这个清真寺是在这个地方是在北京在北京在牛街清真寺吗不是在我们海淀清真寺海淀清真寺对嗯对这个即再回到这个清真寺 你很早的时候去过这个清真寺对很早的时候是在广州是在那个淮胜寺对是在那个淮胜寺吗对淮胜寺啊啊我在广州读的大学啊在广州大学还是中山大学对啊然后就非常好的大学 真的因为我就是比较喜欢这个人类学还是考古学这个专业对所以选择了那个学校 然后在北京海淀清真寺对你又再一次走进了清真寺对等我那个时候踏进这个清真寺的时候就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一种心态是非常虔诚的你已经了解了很多了对嗯对嗯 所以跟私底的阿红经常这个探讨不仅是每周五平常也会去周五我肯定会是会去主麻嗯了解甚至我们会探讨这个哲学或者身边周围的人啊我就说身边有很多做善事的这些同学但是他们不信道他们是不是亏损的人呢对但是他们做善事对然后他们的这个报应是什么对我就是一在想 然后阿红告诉我这个他们会站在一个高处所以所以对于我来说呢不管是非穆斯林还是穆斯林我觉得都可以这个这个融合的这个相处只要这个他这个做好事我们都可以这个平等的交心来谈您在自己的家庭里面的时候呢就没有接触过这个万无非主唯有安拉 啊穆网的沙拉的使者这样的一句话接触过你念过是吧对但是我自己其实我不太嗯你比较有一种排斥不是排斥 不是排斥怀疑怀疑是吧对就是但是你真正的自己就是从心里面打心眼里面非常心悦诚服地把这个言词念出来是在北京对在北京是吧等我读到这个博士的时候 坚持每个主马都去的时候 对 你就很确定自己的这个穆斯林的身份 对 而且国内呢 包括这个国际上 对这个伊斯兰教 这个穆斯林这个群体 有很多不客观的一些评价 对对对 尤其是在国内 可能很多时候呢 是把这个民族或者这个族群 跟信仰相等同 挂钩 但我觉得 攻击或者评论 是 以这个作为一个把柄来抹黑 对 这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 对 您从去年归到伊斯兰 成为一个真正的 真正意义上的一个穆斯林 开始到现在已经一年了 在这一年里面 您也通过自己的一个新的身份 一个新的认识 开始了一段新的生命的旅程 对 在这一年的时间里面 您的心里面的感受是什么呢 其实这一年应该说 其实之前也是有很长的心理准备 对 我应该说是既惊讶 然后又觉得很自然的接受了这么一个事实 对 所以说这一年呢 对我来说 我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计划 就是 就是人生当中我要来一次卖家完成我的主命 对 好事情 所以这一年这半年我一直在计划这个事情 从去年的年底我想可能是我第一次来 我想先做一次复巢 等我以后结婚了 我可以跟我的妻子或者我的父母 还有他们的父母一起来做一个大潮 也爽了 也爽了 所以我这一年主要是在准备这个事情 我就是非常虔诚的走进安拉的科尔巴桐拉 走进了天房 是 您是前几天刚完成这个复巢 对 我是前天完成的我们的复巢 您进入天房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境地的时候 您心里面有什么感受 我走到去天房的路上的时候 其实之前的那些图片 这个照片就堵啊 其实在饭馆里啊 什么地方经常会看到 对 就是非常神圣的一个向往的一个地方 但是不是很具体 但是当我真正走到他那的时候 其实震撼的不仅是他宏伟的建筑 更多的是全世界的穆斯林像我一样 他们来自各地虔诚的走向那几个大门 走向真主的 天房 所以我又是一种很欣慰很感动的感觉 我看到天房的一瞬间 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 就是觉得非常的激动 当我还没有走到他跟前的时候 我已经非常激动了 当我走到天房的跟前在摸着漫杖的时候 我觉得我已经走到真主的面前了 我希望真主能原谅我所有的罪过 阿民尊 阿民尔 阿娜重臣你的多阿尔 阿妈是殊饶的主 阿琏是引领的主 阿琏给予世界一个和平 当你走在在参加覆巢的时候 你在旋转的时候 当你看到男人们都统一的服饰 都是那么简单 非常具体的告诉人类 你们其实生活的可以很简单 因为你们死的时候什么东西都带不走 只是两片白布 所以让人们的心里面在那个地方 因为我去过很多次复巢 我的感受是那个地方一进去以后 会给你的心灵上带来很大的平静 即是非常的热这几天 可能卖家白天的话456度47度 但是人的心里面是非常的近的 如果我在想 如果同样的一个场景 同样的那么多的人口聚集在一个那么小的一个地方 这种事情发生在其他的国家 或者说其他的一个地方的话 会发生很多的打架 都很多不愉快的事情 但是在那个地方你很少见到 对 这是一个非常奇迹的 然后你成了就是你母亲是一个 也是一个这样的 在中国这种现象非常的多 是个回祖 但是他可能对伊斯兰的知识了解的不是很多 他可能是坚守的最底线的那些东西 但是当你变成一个非常虔诚的这样的一个穆斯林 当你在规划自己的人生的以后 要有一个非常好的穆斯林的生存生活的时候 你的朋友 你的家人 你周围的很多的亲戚啊 这些人 对你的看法有没有改变 包括在言谈中央这些 对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困难 是 这个因为在这个汉族为主体的这个社会 他们的饮食生活习惯其实是不一样的 但是从我上学的这个环境来说呢 我觉得所接触的人呢 相对来说都比较宽容 我还没有遇到过非常排斥我 有这种宗教信仰的这些同学老师 我读到博士的时候 我的老师就听别的同学说 我是一个穆斯林信仰伊斯兰教 我的老师就主动来跑过来问我 说姚璇啊 你是不是信仰伊斯兰教 我说是 老师我是信仰伊斯兰教 他说好 我们非常尊重这个宗教信仰 所以经常吃饭的时候 同学老师也会考虑去这个清真的一些饭馆 如果说是实在不方便的话 这个我也跟阿红商量过 就是也可以自己带点食物啊 是吧 到饭馆吃个水果蔬菜拼盘啊 这个肯定不会切肉的刀啊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没有什么 就算是不喝酒的话 其实跟大家讲清楚这个原因也很理解 没有说非要劝你喝酒 因为这就是生活当中最实际的一些障碍 对 其实我们现实生活中 尤其在一个非穆斯林的为主体的这样的一个国家生活的时候 很多的时候别人的不理解或者别人的恶意的伤害 来自于我们没有善意的去表达 对 其实我们不喝酒 我们可以非常 如果我们的知识储备是非常的充足的 我们可以告诉他们为什么不喝酒 对 比如说你说在那些饭馆里面非常不方便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要一个水果蔬菜的这种拼盘 对 然后可以自己带一些食物 因为阿拉的大地上是宽容的 阿拉对于整个人类是宽容的 对 即使在你的生命发生危机 你的生命快要失去的时候 你可以拿猪肉来让你的生命延续下去 相比于把生命延续下去来说 猪肉的这种非法的成分可以把它忽略 是 所以现在很多的在中国或者在世界的范围之内 人们把整个的伊斯兰通过自己的理解变为非常狭隘的一种东西 但伊斯兰不是这样 伊斯兰是宽容的 对 伊斯兰可以给你时间 给你很多次机会 让你改变 让你认识阿拉 让你认识阿拉的这种法度 对 改过自信 其实我们通过读穆罕默的 通过读穆圣的这些 他的历史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种宽容 而他的这种宽容 是来自阿拉对他的慈敏 我们也要成为一个宽容的人 也许我们宽容的对待别人 接下来就会有很多的人会改变他们的那种态度 对 就像你说现在你在很多的时候去参加一些活动 去外面的时候 就参各方面 周围的人都很宽容 对 实际上是我们自己把他们想的态 其实你是一个宽容的人 所以你的周围的人变得宽容了 是的 如果你是一个坚酸刻薄的人 你的周围会聚集很多坚酸刻薄的人 这是一个辩论 对 然后我所知道的 你所在的城市 成长的城市 首先你是在嘉语关 对 一个穆斯林的群体 不是很多的地方 是 然后应该是一个工业化的城市 是的 然后在这个城市 然后在广州这样一个经济非常浓厚的 这样一个发达的城市 然后后来你又到了北京去上博士 是 然后在这个三个城市里面 您对他们这些地方的穆斯林的状况 然后这样的宗教的这种氛围 有什么样的认识 您觉得这三个城市 嘉语关 广州 你广州读的本科和研究生 对吧 研究生也在北京 在广州你待了四年 对 在广州待了四年 您对这三个城市的认识 其实这三个城市代表了 咱们国家三种不同的这个风气或者文化方式 就像你说的广州这个特别重经济 对对对 在这个生活方面的饮食啊各方面都非常精细 对 然后这个老百姓呢非常注重这个生活品质非常讲究 对 这个广州呢也有本地的这个穆斯林 也有很多是从外地过来的穆斯林 嗯嗯 包括从咱们甘肃啊 甘南呀 清海呀 也有很多 在这个广州做生意的 流动性很强的一个城市 对 有有有很多这样的这个穆斯林 对 我接触过这样的这些兄弟们 他们我觉得虽然他们脱离了生长的那个土壤 但是来到这个广州以后 他们一样会保持原来的这种生活习惯和信仰 可能有时候甚至会更强烈 是 所以我想用一个词来概括 如果在广州这个地方穆斯林 嗯 应该说是流动中的精神社区 啊 是 而且这种精神社区还很多 对 他们靠在靠着这个共同的信仰把大家凝聚在一起 是 呃 其实嘉玉关这个城市算是一个西北吧 所以可能相对来说穆斯林还是多一些 嗯 这个 大家可能也是了解了更多 但是在广州这个地方可能 呃 有很多不太了解这个咱们的这个饮食和信仰 所以容易导致咱们穆斯林这个群体抱团 就是在一起生生存 甚至是一些国外来的 因为广州有很多北非过来的 阿尔及利亚 肯尼亚 世界各地的地方 对 尤其是非洲来的 对对对对特别多 他们那样的做生意的人很多 很虔诚 嗯 他们也非常虔诚 呃 呃 广州有个叫小北的地方我也经常去小北路啊 对这个穆斯林也很多 对 主麻什么他们经常都会在那边礼拜 嗯 呃 就是不管是可以看出一个特点 咱们伊斯兰教的不分种族 不分地狱 不分地狱 到了一个地方 我们都要保持自己的信仰 崇拜阿拉 去感谢阿拉 伊斯兰的这种包容性 对 各个民族啊 各种族都有 非洲的兄弟们来广州 这个咱们西北的东西西北的这个兄弟们也来广州 大家都在那一个地方生活在那地方 咱们一起做礼拜 一起去向克尔白叩头 向阿拉叩头 对 呃 呃 其实北京这个地方呢 土生土长的回民 其实伊斯兰的穆斯林更多一点 就是在以牛街为主的地方 其实散居的也不少 就是他们的祖辈 就是很多也有是不少会 你看北京能看出来一些老字号 这个红兵楼啊 这个东莱顺啊 这个还有这个烤肉计啊 烤肉碗啊 这个都是有最少有150年历史的清真饭庄 所以从明清开始 北京就聚集了这个大批的这个回族 穆斯林 他们一直在这里繁衍生息 移居到北京的 从其他的地方 其实有一种说法叫这个元朝时期的这个探马赤军 就是说从 对对 有这么一个说法 应该也有从其他地方移居过来 但是造成了这么一个现象 因为可能是首都嘛 元朝的首都 所以各个民族的人都会有 这个回民也有很多 过去可能是穆斯林 现在叫回民 这个也有很多 在那边这个大家一起生活 然后清真四里 我感觉到一个明显的特征 就是阿宏呢 特别的一个开放一个心态 就是北京的这个 特别开放 因为在我们四里礼拜的时候 非常就是德国来自世界各地 可能有百分之六七十都是其他国家的一些人 对 巴基斯坦啊 印度啊 新疆啊 这很多的 所以在讲袜子的时候 他就会突出部分种族 部分国家 只要我们虔诚认主给安拉叩头 我们就是团结的穆斯林 我们是兄弟 所以我在北京接触到的这个信仰 对我来说最大的一个收获就是 咱们伊斯兰教是一个世界性的宗教 不分种族 不分民族 不分年龄 不分评鉴 我们都是兄弟 我们在一起口头 你在嘉语关的时候 感受到的伊斯兰是小的时候的那种 主要是当地人 然后到广州以后是世界性的 看到了 对 通过在北京的时候也是更加提升了这种对伊斯兰的认识 它是一个世界性的 它是不分人的出生的阶层 不分人的种族 这种语言啊 各方面 它是一个包容的 它是世界性的一个宗教 对 然后 在现在的社会里面 因为很多的媒体被金钱或者其他的利益集团所左右 人们的很多的观念 因为媒体的这种左右 而人们的这种观念也受制于他们 是的 当下好像通过各种各个方面的这种信息 对穆斯林都很不利 对伊斯兰好像有很多的人们的那种非难之词 您自己怎么看 当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状态下 您就是非常的自豪的彰显出自己的这样一个穆斯林的身份 您觉得这样您的失去的多还是收获的多 这个问题我前几年我就深深的思考过 有些人会问 如果安拉是世界的主宰的话 嗯 那么他世界上所存在这些丑恶的现象是安拉制造的吗 对 其实答案很明显 安拉制造了公平 没有公平的地方就会出现丑恶的事情 之所以存在这些不公平 之所以存在这些丑恶的事情 就是为了考验我们能不能坚定自己的信仰 对 能不能不去做这些坏事 对 让我们在好坏之间选择一个好的 对 我觉得这是对我们的一个考验 虽然现在一个主流媒体或者周围 全甚至全世界对穆斯林伊斯兰教是个污名化 嗯 但是我觉得在我的身边聚集了一大批不像他们说的那样的穆斯林 是 大家非常宽容 是 不管是对穆斯林还是非穆斯林 我们都是平等的 是 所以我觉得即使有些人会笑 北京的清晨寺里出来 主麻那天没有来得及吃饭 我去西部马华牛肉面馆吃饭 带着我的号帽 嗯 结果有一群人竟然指着我在笑 哈哈 所以我觉得这些事情没有什么 您觉得他们在笑什么 他们觉得因为我可能那是头发比较长 我戴那个号帽的时候 这个头发可能不太整齐 就觉得戴个帽子挺奇怪的 就是对他们来看 他们是穆斯林的群体还是非穆斯林群体 非穆斯林的群体 非穆斯林群体 他们在笑 对他们在笑 而且是指着我在笑 其实可以淡然 这淡然对于我们现在的这些年轻的穆斯林的这种学者们来说 非常的重要 其实我们应该更加的去花精力在加强自身的这方面 其实人世间很多的时候 你会发现接受真理或者说是非常理性的群体是少数 大多数的人都是非常的随着潮流 人云云云的 对 所以现在是一个麦当劳化的一个社会 是 大家都是想多快好省 通过这些媒体很快的摄取一种价值观和判断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越是能磨练我们对自己的一个要求和自己的一个信仰 也越希望 也越要求我们穆斯林在这么一个非常不利的环境当中 去向大家开放的解释自己 告诉别人我们是怎么样的 来消除这些误解 是 这完全是在这个时代对我们全体穆斯林兄弟一个考验 是 这个问题其实更加能激发人们去思考 我们活着的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意义是什么 当我们觉得我们失去了很多现实社会中的一些利益 当别人在指着我们很多的 因为我们的生活的这种习惯的路径越来越窄 因为非法的事物越来越多 然后可以交际的变得相对来说一些狭窄 当很多人看到你读到博士了 然后你失去了很多很多的东西 然后会有人去考量你的这种失去和你所获得的这些东西 是不是成正比 或者说是应不应该这样去做 这更能激发人的这种存在 我们存在是为了什么 我们这一辈子从头到最后我们的生命的结束 我们要获得怎样的一个人生价值 或者怎么样去体现我们的人的价值 不知道您同意我的看法吗 我很同意 其实在你说的非法的事物越来越多的潮流之下 其实对我们穆斯人来说 很多时候是一种根本性的一个否认 对 所以在这个时候很多人会质疑自己存在的价值 因为Imani就是我们所存在的判断自己的一个价值 是 我们要虔诚认主 当他们否认这个的时候 同时也会否认我们自己的存在的价值 对 对 对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一定要平静自己的内心 对 就像我刚刚说的 因为安拉制造了公正 在没有公正的时候 就会出现不好的一些现象 如果都是好的一些现象的话 那他还怎么样去分哪些人能去天堂 对 哪些人能去火域呢 考验的意义就不存在了 对 越是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 越是对Imani的考验 是 所以我觉得现在虽然环境很恶劣 但是也有好的一方面 这个咱们的穆斯林兄弟 包括这次去朝境 大家都是非常帮助 甚至有些人免费给我出车费 我们一起分享食物 一起去礼拜 我觉得非常团结 就是我虽然说在外 跟我的穆斯林兄弟之间 包括我这次来利亚德 这几位中国的兄弟 沙特的兄弟 都是非常的帮助我 我感觉到很温馨 就像在自己的家一样 所以我不怕 就算是那些人指着鼻子在笑话我 我觉得我不怕 因为我还是有我的兄弟们 我跟我一样有共同信仰的人 所以我也希望在生活当中 遇到同样问题的这些兄弟姐妹们 他们多看看自己身边的人 煮麻的时候看看自己身边 在跟他到Slam的时候 非常亲切的这群人 这些人实际上跟我们是一样 我们就是一家人 不用觉得孤单 其实在这边 你更能感受到这种家的温暖 亲情化非常的浓 非常感谢 你能来到我们栏目做客 也希望以后很有机会 我们祈求阿拉 引领更多的这样的有学之士 归一到伊斯兰 或者说回归到自己的本真的这种状态上来 把正式的伊斯兰告诉身边的这些人 对 让人们更加的正确的 或者更加客观正面的去理解伊斯兰 更加包容的 或者说非常深刻的去理解穆斯林的这种生活的状态 穆斯林不极端 穆斯林不恐怖 穆斯林是喜欢和平 喜欢友好 能给人带去很多温馨的这样的一个群体 是 是 嗯 嗯 感谢观看